今天我休息 跟老妈一起做一顿晚饭 先做一个番茄豆腐 我用的是大番茄 将它处理干净之后 切成丁备用 再打两个鸡蛋搅散 为了色彩呢比较好看 我还加了一点冷冻的青豆 豆腐采用的是韩国的软豆腐 先把它切成小方块 然后倒点油 将豆腐煎一煎 煎成两面金黄 盛出来等一会儿再用 现在起锅热油 先爆香蒜末 然后将准备好的番茄丁倒进去翻炒 一直炒到粗沙 加一碗热水 然后将鸡蛋倒进去 先不要搅动 过一会儿再用筷子搅散 就出来蛋花了 调味儿呢 调味儿呢 我就用了一勺盐和五勺糖 都是小勺 最后将煎好的豆腐 还有冷冻的青豆放进去 翻炒均匀 煮一会儿就可以装碟了 锐色鸡翼 也是先起锅热油 爆香蒜瓣 然后将用盐盐过底味儿的鸡翼放进去 翻炒 煎至两面微微发黄 加入一碗热水 然后盖上盖儿 焖煮 煮至鸡翼七成熟的时候 加入一点瑞士汁 兜匀 然后盖上锅盖 等鸡翼快熟了再打开锅盖 大火收汁 浓稠度以自己喜欢为准 最后再用芋头 春卷皮 还有紫薯粉 来做一个好吃的芋头 春卷 将大芋头切成细条 然后隔水蒸20分钟至软烂 趁热将蒸好的芋头放到一个大碗里边 然后用擀面棍 将它压成泥 甜度就用少许的炼奶来调节 加紫薯粉是让芋头泥的颜色呈紫红色 比较好看 慢慢搓匀 让紫薯粉与芋头泥融合就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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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